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看見這麼美的壁畫村 以為這裡是台灣?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壁畫 錦田就是其中一條壁畫村 錦田壁畫村計劃的概念 其實是源於我自己去旅行 看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有一些壁畫藝術 去遊覽的時候 透過壁畫藝術 去了解社區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看了很多之後 自己的腦海記住了 忽發奇想 覺得香港可否有相同的東西 其實我帶著一個學生 首先去問人 因為在這裡什麼人都不認識 就膽粗粗去問 我們想畫壁畫 可否借一幅牆給我們畫 想不到一開始 就順利找到五幅牆來畫 其中一幅畫 在小飾店的外牆 畫了一串魚蛋和不同顏色 服裝的貓咪 因為錦田這裡 除了原居民之外 還有不少少數族裔街坊 這幅富記大排檔 是紀念以前在這裡開檔的富記店主 骷髒貓 會遷就這個社區 因為這是比較鄉郊的地方 他們有傳統文化 例如他們特別喜歡喜慶的東西 很容易頭的東西 開始在錦田畫畫之後 沒多久 郭老師就認識了吉慶為的原居民 鄧先生 我看到郭老師做第一幅畫的時候 我就主動去問他們畫壁畫的情況 他們遇到的問題 中國人有句說話叫萬事起頭難 如果有了我們這個原居民去支持他 變成他做事的步驟會很順利 首先我也協助去找我們村的公眾位置 青年活動中心那些位置 先讓他們畫了 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很多居民都很滿意 都很開心 變了之後 就是那些居民主動聯絡我 給我一些位置 給郭老師去畫 令郭老師印象很深刻的是 吉慶花園業主立案法團 收集好整個屋院所有業主的簽名 才來請他畫了這幅長長的壁畫 那次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竟然有人這麼積極 他做好了才找我 他說有文件的了 你們可以畫的了 郭老師的行動漸漸吸引了很多市民 主動加入來做義工 粗略估計有超過200人 他們大多數都會在周末出動來畫畫 其中有位義工Stephanie 已經參與活動兩年 最近在畫一幅小狗壁畫 這幅畫其實我是用了一個家的背景 有一個家的感覺 其實這些寵物都是這裡的居民 有時候帶他們的小狗出來散步的時候 他們都很想 可不可以把我的寵物畫在壁畫裡面 所以我都會在設計的時候 都會考慮到 將他們的小狗都會放進壁畫裡面 另一幅Stephanie都有份參與的壁畫 上面的貓貓全部都是真有奇貓的 有一次畫壁畫的時候 我突然間 我感覺到有人從後紅抱我 當我一轉過去的時候 就看到有兩位印巴籍的小朋友 是媽女來的 我一轉過去的時候 她對著我說 說姐姐,I love you 她媽媽當時也在 她用很流淋的廣東話 因為她們兩個女兒都很喜歡畫畫 看到我們畫這麼漂亮的壁畫 他們覺得很開心 而且很感謝我們 短短兩年多 國老師和一眾義工 已經在錦田畫了超過40幅壁畫 我相信藝術有一種獨特的吸引力 可以令到人的心靈可以平靜 可以有一個叫綠洲 讓她們在假日可以有休息的地方